至少有58名巴勒斯坦人遇害,超過2,700人受傷 是自從2014年加沙戰爭爆發以來傷亡人數最多的衝突 伊拉克國會選舉的選票差不多清點完畢 由10月派教士薩德爾領導的走向改革聯盟在選舉當中領先 面中邊界發生新的暴力事件,美國和中國呼籲保持克制 雖然哥倫比亞處於和平時期 不過有近800萬人因為暴力事件在貧困當中掙扎 機立幾千名退休人士在雅典遊行抗議最新一輪的養老金削減計劃